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 我是阮木华 今年夏天真的是热浪一波波袭来 全世界都感觉到气温上升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 各地都频传气温上升的异象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 这两天如果您是在台北 体管温度都超过40度以上 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见地球暖化的问题真的是迫在眉睫了 那当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地球暖化 全世界各国政府当然就要致力减排了 然后同时所谓的碳中和净零排放 也都定出了远程目标 但问题是真的能达到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全世界不致力气候的变迁上面 议题的琢磨而进行更多的改革跟更多的投资 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到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 我这边有一张图表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是情业重性 他们所估计出来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做相关的环保 或者说永续的发展在减排净零上面尽一份心力 而且投入更多的资源跟心力的话 那到2070年从现在开始还有50年的时间 那全世界的经济损失到那时候气温超过3度的上升 不得了1.4兆美金的一个经济的损失 但相对如果我们能控制这个温度的上升在1.5度的话 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带动1.3兆 换言之这一来一往差了2.7兆美金 这相当是台湾GDP的4倍 政府年度预算的40倍 所以从这个数据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不致力于这些事情 不单单我们这个生活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我们的这个粮食的安全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的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 沿海地区的这个被淹没的情况也好 那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子子生人来承受 同时他们也要承受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 那但是如果往这一方面去投入资源 我们会发现它可以创造很大的一个经济收益 所以那全世界各国政府当然要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想到了在这个问题下面 投资商机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专家 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鼎盛绿能的副总经理 黄仙凯 黄副总在我们节目现场 副总你好 你好各位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 我们从投资角度来出发 我们请到的是划线定价大师 刘炯德 炯大叔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大叔你好 王哥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有两位 一方面从这个整个大环境宏观的面向来出发 另外一面从这个投资面向来出发 今天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全方位的 这所谓的绿能投资产业 整个方向性的概念 那当然我们在谈到这个净零排放的这件事情 在今年三月了 政府也终于是推出了台湾的路径图了 那这个路径图呢 是到2050年台湾要达到净零排放 那政府在2030年将要投资这个9000亿新台币 这个在2030年大概还有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有9000亿将近一兆的资金要投入 这相当庞大的一个政府预算 那同时呢 他预估呢 如果说在政府的这个资源的投入下 可以带动民间投资达到4兆 换言之呢就产生大概4倍的一个经济效应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理想呢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博士 那我们至于看到这个政府所推出来的 2050年的净零转型的主要计划 刚刚讲到到2030年呢 有9000亿的预算 这预算到底从哪里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派品图大家知道 这个派品图大家看到有分三块的预算 那第一块呢是既有规划1200亿 另外一块呢是新增计划3200亿 还有就是国运事业啊台电啊中油啊 大家要分担投入这4000亿了 那我们主要的几个方向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再生能源跟轻能 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国都积极在发展轻能源 这是未来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非常重要的发展项目 这个项目要投2000多亿 另外电网跟除能也非常重要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希望再断电了 我们也希望说呢 大家家家户或都有智慧电表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要投资2000亿 还有呢就是低碳跟负碳技术400多亿 节能跟锅炉的钛换1200多亿 那运聚的电动化1600多亿 还有资源循环200亿 森林的碳汇800多亿 以及净零生活呢200多亿 就构成了这个所谓的9000亿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整个大饼 那所以这边就要先请教黄博社 就是说这个饼我们看得到吃得到吗 以及就是说企业界的 现在目前可能的思考方向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一开始要请您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绿色产因供应链呢 OK谢谢木华哥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想首先我们就依照这个 行政院国发会他所推出给我们2050的 这个部分的资料 来先跟各位做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可能会受冲击的产业或者是受益的产业 那其实我们从第一张图里面 他是从全购面来告诉我们的一个情形 就是未来在我们的整个2050净零减碳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其实绝大多数全球的做法 都是把能源的耗损赶到用电力的方式来取代 那为什么他用电力的方式来取代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可以透过大型电厂的烟囱的碳普桌的技术 把二氧化碳给固定下来 那我如果开放给所有的这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去你这边也烧我这边也烧 二氧化碳我是剪不下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国会的一个2050的净零碳排的一个部分 他大概分成三个部分来做规划 第一个就是非电力的部分 那非电力的部分呢大概就包括所谓的驻商我们所谓的驻商大楼 然后再来就是每天在我们路上在走的车子 然后另外呢就是比较零星的有一些我们在燃烧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大量的一个燃烧呢 他可能是用木屑 他可能是用所谓的稻壳的一些一些废弃的材料 烧稻草之类的 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非燃料燃烧 那他基本上都是希望把这个部分呢 全部的能够把它做一个节能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面我们会先看到的 包括驻商大楼我们会受到冲击 那在驻商大楼里面最大最大大概都是空调 那如果是一般的住户的话 那基本上面来讲 未来这个冷漆业这一部分的商机 变频的商机就非常大 那如果是大型空调的话 这些电机业者他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然后再来的部分 其实他是在这个 所谓的智能管理的部分 所以在软件业的部分 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在操作营运上面 配合大陆在管理上面的智能管理的商机 也会透过设备是出来的 那在这个车子的部分 那我们那就不用讲了 最近其实电动车也是非常的热门的一个部分 电力的部分的话 就是刚才木华哥有提到的 所以我们有几个比较大的区块 第一个就是再生能源的区块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台电他自己本身 他必须要具备有的这个电力平衡的这个区块 那可是更重要的 其实他是一个所谓的在我们的2050的计划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机载型电力 这是在2030以后我们 要在台湾发展的 那这个机载型的电力 电力发展的时候呢 他就会普及到所有的 家家户务里面 那这个时候他的儲能系统的一个上级就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们从电力的角度上面来看 其实我们大概 政府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从这个 再生的人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已经都非常耳熟能详 而且现在 很多企业其实也都投入在这个区块 那第二个就是火力发电的部分 那要逐步的 这个退役 那当然要配合我们整个电力的平衡 电力的平衡 然后 这个退役的部分呢他会 搭配所谓的所谓的碳浦桌的技术 希望把碳把它固定下来 所以碳浦桌的技术这个区块的设备跟未来的发展 可能 目前大家 会比较在市场上比较少看到这一类的企业 或者是这类的技术 不过请大家可以有些大企业已经在做了 像台泥一些大企业在做 对就是除了一些大企业在做之外 其实这些 其实未来应该也很多都是外商的大别 因为这个技术在国外发展的比较早 固碳的技术 对 固碳的技术 然后把它放在废弃的 矿坑里面 另外一种就是我把 碳浦桌下来之后再转成甲醇 转成商业的行为 那就没有碳 比如说做这个什么固碳的砖 对 讲到这个所谓的 绿晶产业供应链 不外乎就是刚刚博士所讲前端的创电 创电讲白话的人就是绿色发电 就是 比如太阳能然后风电发电 这个 发来这些电 你要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除能 你把它存起来 因为 毕竟他们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基载发电 因为比如我们讲说 没风的时候你风机不会转 你没太阳 像傍晚 太阳下山了我们就会出现那个电力 大幅的这个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 太阳能发电没了嘛 所以火力发电要马上拉上来嘛 就变成台湾为什么会到傍晚会 这个大停电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阳能发电没了嘛 就一下接不上来就出现停电的状况 所以你要把这个所谓的 绿色发电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呢 在中间就有这个苏配电的 这个整个商机出来了 然后呢 从这个存起来的部分呢到这个最后 终端用户这中间也有所谓的整个苏配电的商机 不管是智慧的或是自动的商机 乃至于到终端用户又有所谓的智慧的这个节电的商机出来了 所以它是一连串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供应链跟大饼 那在这方面我们就发现说呢 台湾其实在创电的部分 如同刚刚博士说讲的有小有成就了 我们太阳能和风电有一定的 占比了 但是呢我们其实我们刚讲的除能跟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智慧电网以及呢 在加户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智慧节电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牛不化了 就是说 我想我们观众朋友你现在家里用这个智慧电表有几个人举手给我看看 应该没几个人 但是问题是说这次乌俄战争我们又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但也很悲惨 讲实爱的就是说这种战争的新闻我们不是热见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举例起来 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跟各位报告就是在卢干斯克的火力发电厂不是被 俄军猛攻吗 导致了整个地区的大断电 那时候呢居然是有一个 这个 除电系统大出风头 这个又是特斯拉了 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的除电系统呢 居然在这一次乌俄战争 罗干斯克火力发电厂被攻击的情况下 大触风头因为他有一个 除电系统叫做POWER WAR 这个POWER WAR呢 在当时呢就派上用场了提供这个 当地的居民啊跟这个军方的电力使用 所以台湾现在目前的问题啊我个人发现台电的问题 他其实呢不在这个发电端 这个出问题为什么往往我们说 我们往往说这个跳电啊或者是说缺电啊 除了发电端有问题以外 其实最主要 这种地区型的小的这个断电 最主要是在整个输配电网上面的问题 那 当然台电在发电端也是有问题 他几次大停电其实是发电端的问题 那个火力发电厂星达的问题吗 但是 你说那种小地区几千户的那种小停电 大部分都是输配电网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真的是需要 好好去思考在输配电网上面的问题 那我这边还要再请教博士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项调查显示就是说 到三月底这个用电大户他们申报执行的计划统计书来看 这个用电大户他们要怎么样去做他们的电力的分配 其实 他们要做再生能源的投入的比重达到46% 然后他们要去买绿电凭证达到50% 但是他们要自己去做除能系统的比率只有3.4% 请问我们刚讲说这个除能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些用电的工业大户 他们不想做除能反而是只想做 再生能源的 这种或是气垫共生类似这种 或者是说呢 要去买像台阶买绿电凭证 为什么 莫娃兄您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些被管制的大户 他宁愿去选择其他的 而不选择除能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价格因素考量之外 其实最主要是在我们的能源再生条例里面他有提供4个方案 除电是 最烂的 所以 商人基本上面将本求利 不会去选择 也就是这4个方案里面除电的方案是成本最高 最不 便利使用的 而且他的那个我们投资的编辑效益是最低的 最简单就是买绿电 购买一下风场就好 现在因为台电的上涨 反而我觉得企业去投资在所谓的再生能源的方式 或方向会越来越多 所以 其实我也非常看好 其实我从大概 这个大商机 一两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就非常看好这个太阳能的产业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 也是 琢磨 因为企业将来一定要 这个在再生能源上琢磨 最简单就是太阳能 他们不可能去搞什么风场 不大 除了台积电有这个没力 不大可能 我想台积电他也不大 不大有这个财力 他就把风场包下来 对 反正你盖了我把你包下来 跟我自己买是一样 我把你包养了就对了 所以从我们从 Infolink 他们所评估的这个2030年的 台湾的储能大概有2000亿的 一个 一个 金额 那也不小啊 不小 可是如果相对于我们 我们在他整个未来的大 更大的一个市场范围 我想这个算是小物件大物 所以从这个地方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储能的企业里面 他大概可以包含哪一些部分 比如说功率调节的系统 的整合 那比如说电子电信 包括 电源管理系统 然后包括配电盘 包括变压器 这个控制器 监控的一个软体 所以 在这个地方我大概有稍微列出来 我想这 不代表 不代表 所谓的一个专业 我想大概就是可能在过去 我们有接触过的 知道他们有在进行的 像 系统商的话 像台达电 台尼亚 康书 动物园 利德 他们其实都有在走 那模组的部分的话 大概 延华 广定 士林电机 华城 飞鸿 他们有在进行 再来就机柜的部分 华丽 国内非常大在做这个区块的部分 那因为 其实我们未来的储能 大概也都 如果是对工厂而言的话 大概都会是以机柜 或者是以外销的方式 也大概都是以机柜的方式来进行 那只有在我们建筑 才会有另外的 一种比较小型的 这种储能的系统 当然谈到了刚刚讲储能商机 刚博士有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商机这个 饼在整个绿能商机的饼也许 看起来不是最major的 但事实上他对 投资市场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未来的商机的区块可以瞄准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请教 迥德兄了 就是说从这个储能的角度来看 其实台电 也积极在这个发包标案 我知道台电的所谓的储能柜 也蛮多厂商开始 摩拳插掌要一号浴室 那在这一块商机你看到什么 特殊的公司 我们刚刚博士都已经提到了 传统产业过渡到 循环产业对吧 所以说循环产业这一部分可能循环经济这一部分 可能是后面未来这 20 30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刚刚穆娃兄你已经有讲到说 在这个部分来讲 台达他现在就是有找协力的配合标案这个部分 那我有我有去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 当时也就是在所谓的 这个 A 这个 AFC 对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这个部分 他他当时总共这个标案是30家 30家下去标那只有5家得标 那标案规模很大吧 很大很大 9000亿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这当中来讲的话 5家 其中有两家 目前来讲是上市公司 那这两家的话 一家就是台泥 那另外一家就是大同 那很可惜台达电区还没有标到 可是台达电基本上其实如果说在台湾要讲电 台达电基本上就是台达杂货电 所以说所有相关只要跟电扯上边的一定通通都是找他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不管是在所谓的PCS这个 功率调节系统或者是不断电系统所有的东西 通通找到他就可以解决了 台达电最近股价蛮强的 很强 看他们法说会海运镜董事长也是 现在目前比较少数的认为下半年还可能比上半年更好的公司 所以说我们先看台达电 我们先看台达电 那我们从台达电这张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看下方 下方这个位置上是谁在买 其实投信买一堆 然后 本身来讲我们再看整个成交量 这波台达电从下方开始往上涨的这一波 全部的大概差不多这个大量都是集中在这一波开始 产生的 所以说 我甚至在看台达电的话我认为说他从今年下半年一直到明年 其实这个量会一直滚出来 所以说后续来讲的话 配合刚刚我们博士讲的我认为说后面在电 相关除能这一块 或者是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后面来讲可能是市场上投资朋友们 很重要必须要去考虑或者是选观察的标的 上半年1PS有5块多 对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台达电你看他的走势 他是一个45度的仰角 直接从一个下降通道 有没有 一个下降通道然后直接就往上 突破了 往上突破了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真正是以技术 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通道本身来讲的这个通道的这个空间一倍 现在台达电涨势 大概差不多也就是突破之后已经满足一倍 所以说上方的话大概差不多是在270这个位置 换言之不要追了就对了 先不急嘛 因为 270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短线的压力 OK 好那要过压怎么过 一定是价量去突破表泰 那表示我就是强势给你看 对吧 可是毕竟这个汉地拔冲已经从一个下降通道 直接往上喷出喷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 就到了这里就先观察 听看听 他有没有价量突破 如果没有价量突破 那我们就等打回之后 再次怎么样 价涨量增价跌量缩 量缩之后 行程好买一点我们再介入 或者说他回到这个重要均线支撑 或者说回到你刚刚讲那个 下降轨道的上缘 对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理想 完美了 就非常理想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 今年我在看整个在所谓的电 除能相关这一块 真的是投资人应该要去注意的 不过一般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涨的时候他有兴趣追 留下来的时候他就冷了 几乎都是这样 你现在跟他讲说跌下来在 价跌量缩的时候进场遇到均线支撑的进场 大家都到那时候都不进场 我当时在下方跟投资人在讨论台达电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很不错的标的 投资人跟我讲的是什么 投资人跟我讲的是说 这个股性很牛 这不会动 结果你看人家是这样子涨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是市场的投资人 其实观点不同 见仁见识 不过也觉得今年台达电算是真的 这一波算是真的非常强势的 琳藏股 那我们另外再看牌 这次这次股股当然我们就有提到了 那博士 木浩科这边也都有提到台泥 台泥呢 本身来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台泥它本身也是一个 一个下降通道 这个下降通道目前来讲台泥 如果说我们把它还原全值 他现在目前的股价其实应该已经是突破这个下降通道上来了 其实走势也不算弱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还原全值的话 他正好就是打在这个下降通道的位置 所以说也等于是说 要稍微停看听一下 所以你看这一波大概差不多 同属性的个股的部分 其实大概涨到现阶段 都出现相同的一个走势的状况 台泥是拿到了台电的标案 是的 台泥绿人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这AFC的标案 对5MW的嘛 再涨兵工业区嘛 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投资人可以注意 更重要一点你去看下方投信 你看下方投信是怎么买的 这个下降通道从上往下 投信是一路从上方一直买 买下去到现在 那我相信投信会这么买 肯定他不会是随便乱买嘛 他一定是有道理 所以说后面来讲 或许可能在后面来讲的话 可能 是不是因为看短线可能不准 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一个中长线 可能后面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整个国际 他在所谓的碳价 是不是以后碳价 他会开始怎么样 形成一个很大的波动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可能这个部分他就会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可以注意 他毕竟在 台湾大企业里面投入在碳子 节能减碳这一方面他算很积极 对 我们看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家 这一家也是得到标案的 一样也是5的MW 对 这家就是大同 但大同的股价 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大同股价 其实他是走一个上升通道 这个上升通道 现在反而变成是说他是在下方 OK 如果说短线上来讲 这个位置上下方 我们可以特别去留意他 留意他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会不会跌破这个通道 其实他反而会变成是现阶段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股 如果说他下降这个上升通道他能够手稳不跌破 那表示说后面这个地方其实他会有机会往上走 那如果说大同后续他这个价格是往上走的 那相对来讲的话也就表示说 应该更确定台泥或者是台达电 其实股价短线上涨多 鸭回应该形成支撑之后后面都是很好的买点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 OK 那这个是大同的部分 另外我们当然也要去讲一下 就是所谓的不断电系统 这个小兵 因为毕竟台泥台达电 或者是大同 这个都是大股本的公司 所以说很多投资人其实不见得爱 但是因为这个是小股本 这家公司是小股本 硕天 他就是做不断电系统 而且他不断电系统占他整个营收比重 是5成以上 你看他的股价就非常强势 他是不是一个上升通道 然后直接往上 而且他是最近表现 整个上升通道 他是 预压不是压 他是直接满足在突破 所以说相对来讲其实他是最强的 OK 这家公司就是提供给大家去注意 然后你去看下方 不管是在 所谓的主力或者是外资的买盘部分 都是在后面这一段去推出来的 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个股价后面应该 还要在往上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不过我们还是建议投资人 因为毕竟现在大盘不是很稳 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说不要去追 有机会打回的时候 行程支撑有好买电我们再来接入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好 UPS股票大涨是不是预告了台湾 马上要缺电 所以大家要 赶快企业都要去做不断练习 反正我们就先提出来 是 好 接下来要请教博士 所谓智慧电网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讲的小区域停电 大部分都发生在所谓什么 配电线路上面 变电器这些问题 一下有松鼠 一下有小鸟跑到电线上面去 都类似这种问题 所以可见发电端的确也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 输配电端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 台电宣布要投资162.5亿 展开这个叫做配电系统强认计划 设定我们美户停电的时间要减少 但是根据台电统计 在2020年美户平均的停电时间 虽然叫前一年减少 但停电次数跟 这个所谓的路线损失率不减反真 同时美户停电时间 我们居然是韩国的一倍 郭台铭董上 前鸿海董上郭台铭也讲出来 就是说台湾 2022年一定缺电 所以说从这个 苏佩电路的系统来看 您可以看到什么商机呢 我们大概可以从台电的 这个 网站上面 对 他有一个叫AMI的系统 那所谓的AMI系统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 智慧电网 一个基础 部件的系统 那 上面这个数字呢 169万 是现在目前台湾所有的 智能电表的数量 OK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从这个数字看到这个 智能电 智能电表的 未来还有多大的市场的空间 那应该 基本上面来讲在整个的一个 系统部件上面来讲 照理讲我觉得涵盖百分之八九十 七八十所有的一个 我们用电的住宅 基本上未来都会换成所谓的智能电表 那所以智能电表的一个厂商的部分 我想大家可以去去琢磨 那我们从下面的数字我大概拿 只有拿两个县市的一个是台北市的 一个是 新北市的 各位都知道台北市跟 新北市人口有多少那台北市有30 30万的智慧电表 然后这个 新北市人口更多结果他更少 所以在这一块未来的一个区块里面我想 他整个政府在这一个区块的投入一定会 加大力度 为什么加大力度呢 其实他最主要跟我们台电 他想要 发展的整个的一个 电力自给自主或者是机载型电力 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度的 所以呢在透过所谓的一个 智慧电表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营造的是所谓的 智慧电网 电他是由 不但是由 每一个地方他可以自己发出来 而且可以互相的调配 调配去协助供应其他的地方 那由小区块变成中区块变成大区块 就有点类似我们这种4G 5G的这种 风包的方式的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是一个智慧电网的概念 那另外就是AMI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就所谓的智慧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智慧的搭配的系统 其实未来 台电他有这样一个电网 可是呢 那我不一定他会去把这所有的资讯 建置在他自己的内部里面 他反而有可能是把这部分外包出去给 资讯业者 智慧业者 因为在外面的智慧业者 或许他有更好的一个AI的技术 他能够协助在做区域的分散型的这种搭配 或者一些数据的分析 或者是提供更好的结果给台电 那去做调配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AMI的部分 我是认为在 在资讯 靠近电力的 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 他应该是会有些机会的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传输的部分 那 基本上面来讲有线传输 当然就是以太的这个网络 那 无线传输就是WiFi的部分 那我 目前看起来走有线的几率应该很低 所以基本上都会走WiFi 那如果走WiFi的话 除了这些相关的模组厂商之外 其实各位可能也不要忽略了 这些电信业者 也是一块很大的大便 在这个区块 因为他 我们透过的每一台 智能电表上面如果都装了这些传输 基本上就等于他的用户 用户的扩大倍数 非常非常惊人的 对 是是是所以很 很少人可能会去特别去注意到这一块 所以电信业者他们也要 赶快切入到这一块去 其实现在这一块也蛮多的 包括所谓的 AIoT的部分 或者是透过很多的 我们像很多的一些 监控系统 其实逐步的现在都走在走向这个部分 像我们公司我们 要装一批的这个监视系统 那基本上面来讲 我们也可能都是考虑直接都是用无线 传输的 不再去走有线 对 把那个钱拿来 把 布线的钱拿来就换成这个费用 那如果划算的话基本上还是会 有线的话还要拉线布线 是是很麻烦 也可能有些建筑景观 外观也会影响 那继续请教 穷德兄 就是说在智慧 电表智慧电网上面 不管智慧自动 这一块商机你看到什么 比如刚刚讲到智慧电表 我知道像康书他就有做智慧电表 但是今天不好意思我没有列到康书 没有没关系 我只是举例而已 我没有要追借康书 我没有要追借康书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先点清一下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基本上就是 刚刚我们综合上诉 也就是博士讲的 然后整个来讲在所谓的智慧电网 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外围就是上游 然后中间的部分就是中游 然后 中心点的部分就是下游的部分 刚刚博士已经讲到AIoT 其实这个部分 最后结合的部分就是在中间这个 这个AIoT 他主要他强调的就是什么工业电脑 大型的工业电脑 大型的工业电脑这个部分 我们后面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带出来 其实之前网通长很凶对吧 后面是什么工业电脑长很凶 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再把它结合到所谓的 在绿能相关这个部分 其实最近开始一直在往上动 其实你看 这个都是配套出来 一步一步这样发展的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看 也就是说 下游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 它是在系统整合 还有什么 还有就所谓的能源管理服务 这两个部分 反而是目前 我把所有的相关的公司 这些上市柜公司 我把它整理之后 我发现到 就是说 目前我抓三个月 三个月的期间 就是长势比较强的 基本上来讲是在这两个部分 系统服务跟你刚刚讲说 对 当然台大店我们刚刚讲过了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再讲 你最爱的 我们可以讲 现在涨幅 第一名是哪一项 1513的中芯店 1513中芯店真的是超强 中芯店的股价 它基本上它就是系统整合 而且它本身有台大的 这个案子在做 本身来讲 它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博士讲到了 轻能这一块 所以说你看 本身其实 我们讲也并不是说只是讲一个题材 其实公司是有赚钱的 我们现在看 他还有嘟嘟房 他有一个好像什么案子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 你去看中芯店 它是一个上升通道 它跟下降通道往上 往上涨的其实是不一样 它的整体走势结构就是走一个上升的 所以说你说它的整个股价走势结构强不强 真的很强 而且短线上来讲的话 它现在目前是怎样 它现在目前是 手稳了 52.3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上升通道已经快要涨到上方 通道的满足的位置了 这个通道的满足位置后续 会怎么发展 其实又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问题 对吧 我们从台达电 从台泥 从大同起家公司 然后我们看回来你看看到现在中芯店 它都是怎样 它都是走在一个 几乎是一波满足的涨幅的 相对满足的位置 这个位置上后续的问题就很简单 不是突破就瞎毁 对 突破你要有条件 价量 价量其样 对嘛 如果没有价量突破 那就表示什么 那就表示这个地方突破就失败 那如果说有量突破 结果反而变成是说手可以打回 那表示什么 一定就是有人甚至 就是逢高出货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后续要观察 就是在这个点 但我想 迥大叔今天所讲的个股 不是代表叫大家立刻买进 你都可以把它变成是你选股名单 是的 你发现它有好买点的时候你进去 相信这些好公司 你看中芯店上半年也赚2块多 对 而且本身来讲话 并不是散户大军一直在买 对 本身都是有法人在支持的 那所以说这些标的来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都切进来 是的 如果说一支标的全部都是散户大军在买 我相信这个也 做起来要怕怕的 对 另外的话就是说在系统整合另外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 其实它除了这个部分 所谓的系统整合结 就是工业电脑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它也是 现在还贴近这个瓶盖骨的部分 它做贴合的 对 台表科 你去看台表科 骨性 蛮牛皮的 不太好说 可是 为什么我会去注意到台表科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去看 你看台表科这一波 下跌1 2 3 3根长黑K 这3根长黑K其实是带料 表示什么下刹有料 OK 有人接 也有人出场 对 一定是 一定 那后面反正是涨上来了 所以说到底 是卖出的人对还是接的人对 这个 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对吧 那现在股价 你看是不是也是正好涨到一个下降通道满足 对 又正好是打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后续来看的话也就变成是说 看这个位置上后续它是怎么表现 几乎都是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那 人家上半年赚多少 7.05 这个是目前我看到相关的公司当中 其实营收真的是 这个获利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所以说这个都可以投资人都会去注意 那我们还是把持那个重点 也就是说 来到相对满足位置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建议投资人这个时候立刻去做买进 我们只是提醒投资人 这个位置上后面如果没有价量突破 技术面它可能会回 回了之后真正就是说拉回 止跌 然后量缩形成了反转的讯号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切入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了解 那好 另外 你今天讲的股票都很考验人性 是的 都有破断涨点 然后都到价量满足 对啊 所以说更重要一点是 把我们的划线定价先做起来 如果划线定价做起来 我们当时就买在低了嘛 因为有你的划线 大家才知道那个地方是价量满足 如果你没划的话 大家还有原来要喷出 所以我个人其实基本上 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对啊 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谁跟我讲 任何一支股票 先看一下 先 回去之后 划完线 看一下 大概差不多怎么样 了解一下 有个定数 对啊 这样的话做起来会比较 比较心里踏实一些 所以我们再讲两家公司 这家也就是 配电管理设施的 还有然后他这个部分 其实讲的就是AIoT的 就是结合工业电脑 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就是自贸 就是自贸 自贸这家公司 你看他的股价也是怎样 也是一个 下降通道45度角的反弹 这个也都是非常强势 然后下方来讲的话 主力或者是说外资 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在这一波 突破下降通道往上走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进场做买方 所以说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些个股其实真的 投资人都可以留意 打回 形成支撑 他都应该会是很不错的标的 所以说 下半年 第三季到第四季 其实真的不用怕找不到标的 这些应该都可以去注意 然后更重要一点 其实你看 这个也是跟刚刚那支股票一样 突破之后大概往上涨 反复的空间 正好是这个通道的一倍 所以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另外再来看这家光宝科 光宝科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老公司了 对 光宝科 我们可以看下方 其实这段时间 一样从50.2这个下方的低点的位置 这个低点的位置 其实你看下方都是投信买 其实这段时间我有发现 投信在相关这种族群 他的买的 这一段的买进 其实大部分在这种类股 琢磨非常深 这一家公司的股价 其实之前 他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量 这个比较大的量应该是差不多在6月 5月底6月那个时间 这一根量 原来我把它设定成是短线上的一个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他在 他在大概差不多7月下旬那个时间点 一根长红直接突破了 而且他是带量突破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压力怎么过 价量其洋突破就是强 果然就是价量其洋突破之后 你看隔天一根小黑街 然后手稳下方低点之后 他就开始往上冲了 所以说这支怪股来讲的话 短线上 一样的情况 也就变成是说 只要他 打回形成支撑 都是好买点 所以我认为说下半年 下半年尤其是在我们现在 8月份 8月下旬这段时间 可能在 投资人可以去留意相关的这个类股族群 并不是说一定要立刻买 除非说你看到说这个时间点 整个市场买器回归 然后整个大盘的成交量放大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 否则的话短线上一定是拉回量缩之后再来接近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理想 好 今天我们从大的宏观面向 由黄博士跟各位介绍了整个所谓的滤金产业供应链 让我们的 观众朋友包括个人在内真的是上了一课了 让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说原来未来这个 产业跟全世界发展的这个方向是要往这个方向大力的 而且大幅的推进 同时这个 商机跟这个饼很大了 就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个人可不可以抓到这个商机 但我们个人可能就这个在股票上 基金 ETF上面的投资 但企业界 他们真的就是要大笔的心力去投资 因为 本身企业他有 这个 本身利害关系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能回避的事情 我们投资人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投资 也可以选择不投资 但是整个企业是 大企业是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未来的 这个利害关系太大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了解之后呢我们 迥大叔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好的公司了 这些好的公司 不是见得 现在你就要马上去买他的股票 因为大叔今天讲的股票很考验人性的都是来到这个 相对上升趋势线的顶端 后面会怎么走 这个就 不得而知要看后面的这个价量的表态 但是你确实可以把它变成是你的这个选股名单里面 每天观察它嘛 你看看它的变化你看久了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一些方向了 所以 今天 两位跟我们从不同的 这个角度切入 但是都给我们观众朋友很多的收获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黄博士 也谢谢 总得兄 那我们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财经博物 请记得呢礼拜六日晚上 在这个时间准时收看之外呢 你也可以上各大的影音平台来搜寻我们的节目 同时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我是阮木华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